请好看 别吊点顺序的 昨天爷子群消息你没有看吗 沈东楼有个搞装修的 自己不小心他工地搞农商了 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 他那边也没有什么家人 搞了别我两口子班都不能上的 一个要在医院照顾 一个要做饭送饭 听说还要给别人一大比赔偿 你让他们做事注意点 师傅完全第一 还有你们 妈妈 你看这样搞 我们还怎么干活 有什么不能干的 就这样干 师傅你干什么 这药片哪个是 怎么能看不见的 你们装修过的心事 我早就看透了 不想做安全措施 出点事故了就想让我们来承担 一二费 营养费 五公费 是不比你们干活的公费都还高 老板 我们是来给你家做装修的 不是在你家捧吃的 建立其能我们就应该给我们足够的心 完全肯定重要 但是你这样多从方夫 严重影响我们施工零变性 反而会增加事故的发生率 小师傅 你要不要怪我小人 你们也是干装修的 楼下是你们应该听说吧 我们两个是好不容易成钱买了这套房 装修费现在都是边上班 边往里面填 如果真出点什么事啊 我们这几年又白干了 老板你放心了 我师傅干了20斤的花工 工地上是他跟鸟屋子长 肯定不会出什么事 哎是吧 怎么了 你们是 我刚说你看健康 你在干什么 在工业上盯着 都眼睁睁看着事情发生了 我叫他们穿防护服了 他们都不穿 说也想干活啊 就有那小子 他说不穿你 他就不穿就不穿 你就给他亲家当场吧 这事应该不带我们吧 在你自己家里发生的事情 他不跟你个谁啊 走啊 师傅 师傅 回家 嗯 师傅 我们刚刚没有别的意思 你们可以继续干活嘛 老板 给您一句总稿 驴的人会碰你的池 很正常 毕竟你们家里条件好嘛 但是你不应该想的是我们装修工 我们虽然工作在最底层 但是每个像这样的装修工 所以又不是整个家庭的顶梁柱呢 干这又胀又累的活 就不想空闲一天了 随后那生命跟你开这种玩笑 对你们那点赔偿 甚至养活别人家不能动弹的老人 还正在上学的小孩 那可这一辈子啊